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一凡 可能大家听到我说一凡的这个经历 估计就知道我们可能要聊什么了 前几天一名非常了不起的网球选手小薇 她是告别了网球赛场 小薇她是不光影响了很多女性网球运动员 改变了女子网球比赛的很多传统和风格了 而且事实上也作为role model 影响了很多其他行业 不同肤色 不同种族 不同性别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值得拿来说一说的 所以就邀请到了一凡 但是呢 因为我对网球太不懂了 所以我要拉一个帮我救场的人 然后这一位嘉宾其实也是上过我们声东机系节目好多次 现在收听量最高的应该就是这位嘉宾 曹魏 曹魏做过我们两期节目 好像是三期 还有一期那个跟欧阳一起做 对对对的 是的 大家好 我是曹魏 对 为什么拉曹魏来呢 是因为我老看见曹魏在朋友圈里边 发各种网球比赛时候的感慨 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曹魏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看网球比赛的 然后就要暴露年龄了吗 可以暴露吗 可以可以 对 就是九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看了 对吧 上中学的时候开始看了 上中学的时候 对那时候的网球赛场 网球上的女性是什么样你感觉 我开始看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特喜欢格拉夫 对 一凡应该就很了解 格拉夫就是非常典型的 很优雅 对 然后技术很全面 整体上当时还是认为 女子选手是以打技术 打落点为主的 对于不了解网球的听众 你会怎么去形容他的外形呢 对 格拉夫是一个德国人 他的长相上就是非常典型的 我觉得有点雕塑型的一个 脸型是有点长的 然后鼻梁很高 就是典型的那种欧洲女性的样子 格拉夫长得还是挺美的 长得很美 然后他整体上的气质是比较成熟的 你昨天跟我说 伊凡是96年出生的 我差不多看起来应该是 大概也是那个时间左右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因为当时其实是 中央电视台开始转网球 我就开始看了 但具体哪一年 其实我也记得不太清楚 我有印象主要是因为 格拉夫是在99年退役的 但那个时候 我已经是很明确的是喜欢他的 所以应该之前已经看了好几年 格拉夫退役的时候 其实那个星期四 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一了 就星期四也是非常典型的 那个时候女子网球 我也非常喜欢的类型 他跟格拉夫还不太一样 对吧 就是他被称作瑞士 瑞士公主 对 对 瑞士公主 他就长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他整个人也有点古灵精怪了 我印象中 星期四应该就是他的落点都打得非常的刁钻 但他整体上就是这两个人都不是力量型的选手 对 其实当时应该也有一些力量型的选手 但是他没有那种统治力吧 对对对对 或者说还有一个就是女子网球运动员他情绪在场上不会那么外化 是吧 是吧 他可能赢了一个球他会赚拳 但是他不会去呼喊出来 包括他机球的时候他可能不会伴随着那种机球的声音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有点习惯女子网球可以有这种机球的时候会有一种咆哮吧 或者一种声音 但是那个时候女子网球运动员不太走这个路数也觉得不应该吧 就觉得说你打破了一种优雅的呀 一种感觉你不够专业甚至会有这种感觉 就因为那时候网球其实是一个更加精英化的运动 对就是网球可能他一开始初期他是一个像乡村俱乐部的运动 19世纪中后半期吧 那个时候特别是对女子网球运动员来讲 他甚至着装还会参考到他的这种观赏性的裙子呀 包括你要不要穿那种羊毛的开金啊等等 在很早期的时候有个女子网球运动员 就是他购一个球的时候他的裙子掀起来了 然后露出了他大腿那种蕾丝的安全裤吧 然后那就是个很大的很大的事情 所以网球他传统的话 他就对于性别上就会有一些更所谓传统的要求吧 所以可能在小微出来之前的一个主流 还是在这个路数上面走 然后我们的网球审美大概也是这样 所以当小微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炸现光芒其实就99年的时候对吧 小微应该是98年开始进入职业赛场 对然后95年打了qualifier 打了预选赛 但是他99年是17岁拿了第一个大马冠 对当时还是赢的星期四 对而且很小年纪 当时应该是17岁 但其实他跟星期四差的不多 对女子网球运动员可能出成绩 在早期的时候还挺早的 跟现在有点不同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 就包括我觉得小微其实对整个 女子网球的印象很大的一个改变 也是因为她职业生涯真的很长 对就是你在那个之前 你就觉得大家都是年少成名 对像星期四应该是16岁的时候 拿了第一个大马冠 所以他从97年 97年他是17岁对吧 反正应该差不多这个年纪 97年就世界排名第一了 所以他在99年跟小微去打比赛的时候 其实他也很年轻 他也不到20岁 然后格拉夫他其实是不到20岁 就已经全满冠了 全满冠就是四大满冠的冠军都拿到了 而且他好像不到20岁那一年就是是拿了一个 当年的一个就是年度全满冠 所以就是他的这个成长的路径就是年少成名 但是他们其实很早就会退役 对我觉得小微包括像现在费德勒等等 他们有一个突破就是他告诉你 有人跟你说你因为做了这件事不能打球了 你因为多大了不能打球了 他把这个东西打破了 因为在30岁以后的女性女子网球运动员 拿过三个以上大满冠的人是没有的 小微30岁以后拿了10个 然后他40岁退役 他把这个天花板已经设在这里了 以前可能大家30岁就想说 那我要不要回家呢 我要不要去开展赋宴呢 但是现在年轻的运动员看到小微40岁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长远的规划放得更长 所以女性运动员的寿命就会变长 然后很多人在3040岁之间 他会去考虑结婚生小孩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规划 以前大家就会说 那我就把这个节点设在这吧 退役然后就去生小孩 但是小微就是告诉你说 我不仅可以生着小孩拿大满冠 我还可以在生小孩的时候 有肺栓塞这样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他是有病史 他还不是第一次 但是他可以回来之后 一年以后可以打到很深的轮次 所以有人做到这个事情 对于后背运动员来讲 是特别重要的 他就是展现了一种可能性 你就觉得说 我不应该给我自己设限 对起码有人已经把这事做成了 对我觉得那个可能是 后来才发生的 但在99年 他拿大满冠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对网谈是一个冲击了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 不属于你在白人世界 对所以当时就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黑人这件事情的冲击 没有那么大 对就是他作为一个少数族裔 然后进入到这样一个运动里面去 就是打破了他原有的那个偏见 我感觉这是我长大之后才了解的事情 对当时最直观的感受 还是给整个网球技术带来的冲击 对因为你原来 大家全部都是非力量型的 一凡刚才讲的就是大家也非常的优雅 他的跑动 然后他的机球 都是非常传统刻板印象的女性化的 对那当时小魏出来 他整个的技术给人的感觉 其实是非常男性化的 对但这个词不是很好 对这个就是其实大家对他的第一个评价 就是说你像一个男的 对这99年那会儿他出来的时候 对其实就有了 尤其是他作为一个黑人女性 加上这种肌肉的这种线条 你知道就会加码 这个所谓男性化的批评 而且马上就会延伸到 因为他是来自于一个很 就如果看过国王理查德的话 你就知道他的那个家庭来源是一个 ghetto是个这种贫民窟嘛 然后他在公共小区的这种破烂的球场上打球等等 所以男性化的这个批评之后 马上就延伸到跟种族有关 跟阶级有关等等 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 我也是没有那种说种族 但是我确实觉得 哇这个不一样 就是视觉上冲击很大 充击力特别的大 而且他的服装 对于我而言视觉上来讲 他因为90年代的网球运动员 是不允许穿像荧光色这种东西 然后我早期看的时候 可能05 07年 他07年奥网还是什么决赛 穿了一个荧光黄 就很冲击 你就觉得说他胆子很大 你就觉得这个人他除了打网球以外 他还有别的能力别的追求 马上就把他从这个 一溜的女子网球运动员里面拔出来了 他好像有一些更多的东西 我作为一个从更早之前看球的一个观众来讲 那个时候因为媒体的报道 是非常典型的认为 他就是靠力量来取胜的 实际上对我们观众也是有一些影响的 对就是你还是会被那个媒体的报道给引导 你是说那个现场解说是吗 不光现场解说就是你媒体上也会去报道就是小薇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手 对就是他会影响你的认知嘛 后来回过头来你会意识到说他的技术其实非常的好 对但当时你会忽略这个东西 因为以前就是技术流的嘛 当小薇出现之后 大家就讲他的力量是碾压性的对这些女选手 但没有关注到说你光有力量的碾压其实是不够的 如果你再回看他的这个比赛的话 你会发现他在17岁赢星期四的时候 他本身的当然他后来的技术会更成熟一些 那那个时候他技术并不逊色 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他还有了力量的这个优势 这是为什么我说当时其实也有其他的这个力量性的选手 你比如说达文波特其实就是个力量性 对当时小薇是半决赛是先赢了达文波特 就你很明显能看到小薇跟达文波特之间 就是小薇是有很明显的优势的 这个优势不仅仅是在力量上的 就是他技术上是有优势的 所以他其实是已经颠覆了原来的整套的这个女子的打法 而不仅仅是说他有更强的这个身体和更大的力量 但这个在当时我觉得是因为他冲击了原来的视觉 所以大家忽视了他本身的这个能力 就一直在强调他像个男人像他的力量很强 慢慢的就我自己作为一个球迷 就是你真的多看了他的比赛之后 你才更有意识就是真的能尊重他作为一个球员 他自己的能力是达到了这个的 而不仅仅是说我靠力气大 我的球速看 就包括我后面很深的一个感受是说 我记得小薇出来之后 其实有好多选手就像刚才说那个毛瑞斯莫啊什么的 都是走力量型的 但其实毛瑞斯莫的那个技术 就达不到小薇这样子的程度 一度就是大家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是说 真的对媒体的声音印象太深了 大家就说那个小薇破坏了整个女子网球的美感 其实到现在这个声音都是有的 到现在都有的 对但是你现在回过头看那时候 已经有一些很不错的球员在了 但那个时候你的感觉就是小薇统治了赛场 就是别人太难跟他抗衡了 所以那个比赛有时候就觉得很不好看 你作为一个观众有时候会觉得 哎呀怎么这么不好看啊 总是他赢 对但你真的度过那个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就把大家推向了一个新的技术的高度 女子选手要更有力量 然后同时你要有这样的技术 你真的才能去跟他抗衡 对你看现在新出来的一些女子选手 其实慢慢的都是在力量和技术上 都是可以做到的 大小微他们也不是因为黑人 所以他才能做到这个 是因为他们从小的训练 就是他使得他的身体能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力量的强度 像刚才亦凡说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他们本身也创造了一个可能性 就是告诉女孩说 你如果从小这样训练 就是你是可以这么有力的 对你不是一定要像以前那样打球的 一凡从你的训练 你能来说一说这种 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对小微整个的影响 会有更细节的体会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 很想变得像他那么强 你是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练球了 对 因为他的打法震惊我的是 他就站在底线 然后很强的底线打法 球过去 对方就傻住 然后就结束了 对很小的孩子来讲 就是这么理解 你愣住的那个是几岁 也就是五六岁 我就觉得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我就想学 然后就开始出界 开始落网 而且你的技术很不成熟 特别是还很小的时候 其实是打软网的 就是软的网球 小的拍子嘛 我就学他非常快的 挥拍 非常快的发球 然后被教练拎出来说 你的程度是不到这样的 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他知道你在学小微 他知道我在学一个 职业网球运动员 他不知道我在学小微 然后我就跟大家讲 想说 我哪天看了谁的比赛 然后教练就笑笑 他们没有再说更多吗 教练是可能想说这个 可能觉得有一个 模仿的对象是好的 我小时候看球 还忽略的一点 这个是我进入职业体育之后 我才意识到的 就是心理的强大 任性 因为当观众在看球的时候 你可能 就是从技术去分析它 或者说这个球路怎么走啊 这个是最容易的 因为心理是看不到的 但是小微特别强的一个是 一个是他的关键分总是有ACE 就是这是他的一个能力 就是在那种高压下的那种关键分 他总是能够用发球的得分 他的这个比例特别高 哪怕是他这次付出 他这个关键能力都让他和年轻球员 有很明显的差别 就是高一节 就每次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熟悉的小微 这是要心理有很强大的 就是你要相信自己 能做到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很虚 现在都有点鸡汤化了 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讲 真的特别关键 对这个是要怎么吸得呢 我觉得就是竞技体育 还是有很大的运动量 就是训练量 你在球场上的节奏很快的时候 你很难去说我来好 我来想想这个球我要怎么打 有的时候是一种本能 这个本能是通过大量的训练 累积起来的 所以首先你要对自己平常的训练 你要自信 就是我真的是 把我所有的都给到了这个运动 我真的是全力以赴了 首先训练是你的自信的基础 其次就是经验 那小微二十五年的职业生涯 包括他进入深轮次 就是这种关键的 就是中央球场的这种比赛 那么多 他就有经验 我觉得网球是个特别体现 运动员个性的一个运动 他就是一个很tough的人 他相信自己 而且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克服困难打球 所以他应该是很习惯这种情况 他就是总是能够做这种翻盘的事情 或者说逆势追上去的事情 或者说在关键分上他还是很拼搏 他从来不打那种特别保守的球 我小时候是没办法学习他的 我只是觉得说 如果说想学的话 就觉得说小微的心理状态 世界第一应该是要这么强 我关键分的时候我就想说 因为我的性格就会去打保守的球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那样事实应该也不错 有的时候会有好的效果 我之前印象还蛮深的一个事是 其实小微比大微要晚进入职业赛场 而且刚开始其实大家是更看好大微的 但是小微是先拿到大满观的那个人 他们进入职业赛场之后 是小微先拿到了大满观 在99年的时候 然后大微当时 我忘了应该是在某个采访 还是哪个纪录片里面看到过 大微就说那个场景特别的触动他 他第一次意识到说 他要从他妹妹身上学习 就是how to win 就是他觉得自己其实一直以来 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赢下那个比赛 对 但是那个 但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想要赢下比赛的那个念头 有多强烈 我这一分一定要赢下来 对 我现在拿到了一个赛点 我不能丢掉那个赛点 因为很多人他在拿到赛点之后 那个赛点是会溜掉的 我那天回看那个比赛的时候 就是他在99年的梅王 第三轮是打那个克里斯特尔斯 然后克里斯特尔斯那时候 才15岁还是16岁 已经打得很好了 两个人打得特别精彩 然后是克里斯特尔斯先拿到的赛点 对 那个赛点就溜掉了 然后当时小薇是4比5落后 就第三盘 决胜盘的时候是4比5落后 然后小薇就把他搬回来了 决胜盘那个克里斯特尔斯 5比4领先 然后他应该可以拿下比赛了 对 但是他就丢掉了 但你反过来就是小薇 他在跟星期四就是决赛的时候 他当时应该拿到了两个赛点好像是 他后面有个采访就讲 他说我当时就觉得我要拿下那一分 如果今天不拿下的话 我的机会可能就溜走了 而且他有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到来 对 他当时那个念头就是 我一定要拿下这一分 那种东西就是不是每一个球员身上都有的 所以小薇就会给别人一种 特别powerful的感觉 就是他永远都能拿下 他要拿下的那个比赛 但之前伟大的网球运动员 女性网球运动员 他们到赛点的时候是 你要打到那个程度也是要这样子的 对 就是其实我的确不是太明白 因为毕竟不打网球 可能做的体育运动也少了 所以就是其实我特别想要 相当于是把这个运动分解开来 说这项运动的类似于关键和魅力在哪里 然后小薇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力量特别厉害 然后他的意志力啊 还有他哪些方面 其实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 使得他好像成为一个典范 或者他的职业生涯能够拉得那么长 对 然后以至于那么多后来的 无论是各种种族 各种肤色的人都想学他 我觉得小薇这种力量的打法 是不是其实会在视觉上 强化他那种意志力的那种感觉 可能有这个因素 但是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 一个就是25年垄断女子网球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只是我喜欢这项运动 或者说我想赚钱 他一定要有个很大的驱动力 他才可以做这么久 而且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准 因为在小薇之前有很多 很优秀的网球运动员 像伯格啊什么 他们就是很年轻就退役了 因为他不想打了 当运动员没有想赢的欲望的时候 他甚至会对这个运动产生很强烈的反感 当时伯格跟麦可罗打完决赛之后 他输了直接就出去坐车就走了 他如释重负 他打到了欲望决赛 他输了他觉得太好了 这个事终于结束了 然后他退役之后 他很长段时间拍都不碰 然后据说萨芬也是 退役之后拍都不碰 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打网球 他都热爱这件事情 或者说他都有一个驱动力 去把这个事情赢下来 因为他这种高强度的运动 然后网球又是很长的赛季 你需要不断的旅行 你在家的时间很少 很多的不确定 这都需要一种强大的任性 让你去支持下来 那小薇这样的生活 他中间还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副业 各种各样的挑战 他做过了25年 他有一个很强大的驱动力吧 无论是什么 如果你进入过职业体育 你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你小时候练球的时候 是什么就很经常会想放弃 还是怎样 还是 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进入职业训练之前 我就是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放学也是要去打球 然后也就跟同学玩的少啊 很典型的故事 然后去了网校训练之后 我觉得我的快乐 在第一个月就没有了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这个网球的反手 拉拍之后 手腕是 就是你不能这样立着 不能以一个90度的角度 这样立起来 这样的话就是 你是没有办法打旋转的 你的手腕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然后我就是这么一个 要把手腕这样放下来的 这么一个动作 可能六个月 我每天都有两三个小时 就我一个人 或者说头一个小时 有教练来改这个动作 天哪 每天每天每一天 然后我大概两三个月 我就觉得 这个不是我要的呀 八九岁的时候吧 九十岁 然后那个只是职业训练的 一个很小的一个切片 但是就重复 作为训练的核心来讲 小薇跟我没有差别 都是要经受这样强大的重复 而且他应该更强度要大 对大很多 所以就单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二十五年 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说职业体育 教会了我一个道理 在我九岁的时候 就是你喜欢一个事 是一码事 但是你把这个事变成专业 或者职业 就是另外一码事 李娜有一本书 叫《独自上场》 对的对的 网球运动员 他首先一个跟其他 很不一样的地方 他真的就是运动员 一个人在场上 就是你在那个场上 那么长的时间 就是短的话一个小时 长的话可能 三个小时 谁知道呢 你像那个纳达尔 跟德约科维奇 打的那个五盘大战 就是打到两个人 只能坐着颁奖 就是那么长的时间 那是多少小时 五个多小时 就真的太难了 就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两个人 在那里互相打了五个多小时 就是你独自在赛场上 那么长时间 就是不能有人给你指导 对你只能自己应付 整个的这个过程 他对人的那个心理挑战 是很大的 另外一个就是 你的这个比赛开始了之后 你就从头要赢到尾 足球比赛 他有小组赛 小组赛你输了 他的积分是零嘛 对你赢了之后积分是三 那你可以输 你可以赢 最后你的积分比别人高 你就可以晋级 你晋级之后 你进入到淘汰赛 才是淘汰 但是网球就是从第一场开始 就是淘汰 所以你要一直赢下去 就是你要到最后 你要保持全胜 你才能拿到最后的冠军 他对人的这个挑战 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你真正就是 能够拿到大马冠的人 能拿到两个以上大马冠的人 我觉得他首先是要具备 就是在刚才一帆说的 在关键分上是能拿分的能力的 对 但这个能力本身也是有强弱的 否则为什么有人能拿23个大马冠 有人只能拿两个大马冠呢 两个大马冠 你说用了只能拿 就是在聊小维 两个大马冠已经是很难的了 因为一贯拿一个的人很多呀 当时那个李娜拿下第二个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很了不起啊 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拿下两个的时候 对 但是你能在那么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 你说格拉夫30岁退役 拿了22个 但是小微他有10个 是在30岁之后拿的 就这是很难的 我就觉得 就是你能一直保持这么高强度的 就是永远能在这个关键分上 去拿下那个比赛 就是你的那个注意力 你的勇气 对 就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已经是跟 其他人甩开差距的一个事 对 而且像你说的网球 就是注意力这个事 其实很重要 其实很少网球运动员 可以从头到尾都专注 在这个比赛上 就是一场网球比赛中间 你能看到一个运动员的状态起伏 就是很少有球员 他投一局 你就觉得他打得特别好 他就会一直好下去 是很少的 就是网球运动员 在一个小比赛里面 他就是一场比赛里面 他是会有起伏的 然后他需要去面对自己的起伏 就这跟网球 我觉得有特点有点关系 就是经常是每一分每一局 每一盘都是新的 比如说你看第一盘 一个人6比1赢了 他第二盘可以1比6就输回去 你就会很困惑说 他第一盘的 怎么回事 对 优势很大呀 或者像今天我刚查 没忘有一场就是 第一盘是汤姆贾诺维奇 抢7可能10比8赢了对手 第二盘他就6比1就赢了 你看这个比分 大概就知道 那个对手可能 他失一下就 对他垮了 就是他可能技术是够的 但是他的心理状态 已经不在那了 他或许就觉得 算了我已经不错了 我打到第二周 快打到第二周了 或者说哎呀 可能我就赢不了吧 就垮了 就是这种 其实在看球的时候 还挺常见的 哪怕是世界第一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好多人 在面对小薇的时候 就垮了 我印象特深 就是有一次看 那个李娜跟小薇的 一场比赛 应该是某一年的 年终总局的赛 还是什么 第一盘就是李娜 打得特别好 当时就是赢下了小薇 就是你在小薇的巅峰时期 能赢小薇一盘 就是好了不起 然后第二盘就不行了 整个就往下走 然后第三盘 应该是直接被送了个蛋 还是1比6输掉的 就是那状态 就直线下滑了 那已经很top的感觉 但是小薇就有点像 张一宁说那种 我握手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输了 小薇给人的气场 真的是这样的 我看过小薇的比赛 在中网 中网中公开赛 坐在第二排 我很难描述那种感觉 就是他走进来的时候 我就是来赢球的 对 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很压迫感 然后最戏剧性的是这样 他打 库子涅走啊 好像 然后可能打不太顺 他就坐下来 他用那个拍子 轻轻磕了一下 从我第二排的吃脚 轻磕了一下 他的就是 可能休息位旁边的 什么东西 那拍就裂了 就拍框就裂了 然后那个 用了多大力次 对 然后我就想说 我的天哪 我就很震惊 就是一场比赛 总是有起伏 如果一个运动员 他有他的长板 比如说他发球特别好 底线特别好 他可以在他状态好的时候 让他更好 但是如果他的心理状态 开始下滑的时候 他的短板又不够长 或者说他的心理 就是特别短的话 他有可能就是 马上就会被击溃 你没有办法 帮自己去度过这个低潮 然后等待自己重新回来 有的时候运动员 在盘中啊 哪怕观众会觉得说 这么激烈 其实运动员就是在等待 就是等待自己的状态好 那你在等待的时候 你就要 首先你要相信自己 你不能觉得说 这是一个结束 其次你要有任性 你相信我有兜底的技术 小微就是 他展现出了这种东西 他每次 哪怕他有低潮的时候 他都能够去 你能感觉到 他不断地在试 扭转他那个态势 对 他会试试这个方法 要不要上网 他会试试 我要不要 就是我上学多一点 不要再打那么平级 你能看到他在不断地试 就是那个过程 其实是很 很难的 对于观众来讲 如果你能看得懂 网球 你会觉得说 他真的很了不起 他一直在试 他没有放弃 他没有躺平 所以他到这一次的 最后一场 也依然是有那种状态 我认为是 是的 我认为是 就打得有点感人了 当时就觉得 就是他第二盘 4比0领先 你都很难想象 他后面被追上了之后 他又能把这个比赛 给赢下来 对 而且他关键分 没拿下 对 然后他能让这个事过去 然后我重新再来 因为有的时候 关键分没有拿下 的运动员 比如说他明明 这个盘可以拿下 他让这份溜走了 然后别人拿下了之后 下一盘的第一局 一般都打得很差 他就留在上一盘了 他就觉得说 哇 怎么这样 我是不是 对出不来了 但是小薇这种 超一流选手 他就是能够 很快的出来 他就是转过身 找球筒拿两个球 排排球 然后到发球 他就让这些人过去了 这是一个很超人的能力 一流的这个网球选手 都能到这样的状态 但小薇他确实 作为一个女性的运动员 就是他把这些东西 全都外放出来了 外放出来 对 他在赛场上 他是没有收着的 对 就是他其实不停地在表达 就哪怕有很多 很有争议的那些场次 哪怕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不好的 但他至少在把自己的不满 都是在表达出来的 这就跟最开始说的 跟传统的网球的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的年轻一代也 都是 都很多是这样子 对 就是说打球 他不仅是一个赚钱 或者说获得某种社会地位 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讲 网球是一种自我表达 就说我希望我的网球 是有我的风格的 无论是从服装啊 无论是从他的这种打法呀 等等 就他就变得更加的 关于你自己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感觉 好像也跟小薇 在非常小的时候 接受采访的时候 别人说你想成为谁 不是让别人成为我 对对对 就还挺意义贯之的 但我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跟当时 不是很确定啊 就是他 这是他自己个性 完全就是他个性 实然还是当时 确实因为大家 都是在关注大V 包括他爸爸 应该也是培养大V 更多一些 他自己更像是 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他完全是被自己驱动的 他就形容 他自己小时候 是他姐姐的这个copycat 就他姐姐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姐姐喜欢什么 他就喜欢什么 对他就一直跟在他姐姐后面 其实因为他 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他 而且第一个出去的 其实是他姐姐 面对压力的人 是他姐姐 他当时就说那个 其实就是一直跟着 看他姐姐的比赛嘛 他就从他姐姐的失败里面 去学习 就很多失败 他不用自己去经历了 他姐姐就去经历那个失败 经历那个压力 他就知道 当那个场景发生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 所以他其实 当他自己真正面对 那个场景的时候 他已经从他姐姐的 那个失败里面 学到了一些 就他一直就会讲说 没有Venus 就没有Serena嘛 肯定跟他自己性格 比如他觉得 他姐姐就是一个 比他更优雅的人 对 他自己是一个 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情绪 收住的人 对 但另一方面 就是确实 他姐姐是那个 最开始面对 所有压力 和所有问题的人 对 他其实是在后面 他完全是可以 属于自己的 对 他就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恰巧他的动力又很强 他又有非常坚韧的 这个性格 对 所以他后面 其实获得了 比他姐姐更大的 一个成功 这个你反而是 回答了我一个问题 因为当时我看 国王理查德 就是Will Smith 演的 大威小威的父亲的 这一部电影里边 我今天上午 还在问一番呢 我就觉得这么鸡娃 就小孩难道 不会被鸡出问题来吗 为什么 他们两个姐妹 没有像其他运动员一样 说真的就是 这个网球我已经获得成功了 我就不想再打了 或者摸都不想摸拍子 我就想如果有这么一个 tough的父亲 这么 就是一定要把小孩 寄到这种路上 那可能你这个某种程度上 解释了为什么 小薇的职业生涯会这么长 是因为他的自屈力 可能足够强 他爸爸只是一个 很片面的他的家庭教育 就是他的家庭教育 是完整的 还有他妈妈 还有他整个家庭 互相之间的支持 他们总共有五个女儿 他其他几个女儿也是成绩很好 然后就是从事很好的职业 我自己可能感受上来讲 还是说他们家 其实很早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他们是要脱离 这个街区已有的生活 对 他们希望就是不要坠入到 这个毒品犯罪 这样的一个深渊里面去 所以他们是要摆脱这个生活的 对 然后他妈妈也是提供了很多的 就是给到这个家庭的一些支持的 包括他们两姐妹 其实媒体每一次都会 不停地拿他们两姐妹比较 但是他们两姐妹的情感 其实是从来没有受过影响的 就我觉得这个 不是很片面的 仅仅是他爸爸鸡娃 而是他们整个家庭的这种 教育价值观 他们的家庭文化 应该还是挺好的 就是当时伊凡说 他看到国王理查德的话 就会觉得美化了 他父亲的那种感觉 我可能也是就是觉得说太片面了吧 因为经历过职业体育训练 就可能会觉得说 他实际应该是更残酷啊 更枯燥 没有那么多温情 这样的感觉 而且他是特别是 他父亲最开始一直当他的教练 对 其实说家庭在网球运动员的培养 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是一个传统 像大阪直美的父亲 他是直接受了 小薇的父亲 这一整套就是我 虽然不了解这个运动 但是我看录像带 然后我就能写出一个 70多页的教练手册 我还把我女儿 两个女儿培养成世界第一 他被这个奇迹的故事所击中 所以他也相信自己说我可以做 然后大阪直美也出来了 我觉得里面是有很多的牺牲啊 很多的反抗啊 最起码我自己来讲就是这样 经济四跟他妈妈的关系就很差 然后沙拉波娃应该是 他爸爸 对从小是他爸爸 把他从俄罗斯带到那个美国的 当时好像也就跟你刚开始学网球差不多大 对然后他们家也条件不好 他妈妈花了很长时间才拿到签证 就是很多小孩其实是在家庭的支持下 背水一战的在打球 甚至是这样 我记得那个阿加西好像他爸爸以前训他 训练他也训练的非常的艰苦 我爸爸训我训的也 这可以说都很类似了 对所以就是你后来看到说 他们本身的这个成长 我觉得肯定他爸爸的推动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是个片面的 否则他没有办法成长为一个很好的人 没错 对他只能说我取得很好的成绩 没错没错 对但他现在比如说他非常有意识的认为 我是女孩 我是黑人 我是这个社区的一个role model 对我是要回馈这个社区的 我在网球之后就是我还要做更多的事 然后我跟我的姐姐她一直非常认可 她姐姐在她这个就是生命里的价值 就是他们互相之间非常的支持 就她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人 这教育不可能是她爸爸一个人支持的 对虽然说国王理查德这个电影 肯定有美化的一面 但是其中有真实的吗 就是我当时看到 因为我之前的确对大威小威不了解 我看到说她爸爸不允许这两个小孩去打那个青少年巡回赛还是什么来着 她就是让他们停了很长的时间 不让他们去打那个巡回赛 对然后她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去学各种各样的语言 然后成绩要拿到全A 并且还要带着他们去迪士尼乐园 我就觉得这个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她难道不是前面一直在鸡娃吗 反而是进入了 就是相当于是网球学校之后就停了下来 她前面也是这样的 他们全家都是要求他们一直就是要保证教育 的确为后来我们说小威 她就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 她能够做别的事 我看到应该是纽约时报当时写 说很多网球运动员 她就只有一种myset 或者是她只有一个方向 她就只有一个身份就是运动员 然后一旦她没有运动员这个身份的话 她就好像迷失了或者怎么样 但小V大V他们就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身份 她有其他的身份 所以后来他们有自己的时尚的品牌呀 然后也去读书呀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都是分不开的 对就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在长久以来 你如果是运动员的话 你就应该专注成为运动员 就如果你去做其他的事的话 可能是一种不务正业 就是有这样的批评的 对但是这种的想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运动员不应该是你的一种职业 他可能会要求你 整个生活都要给他 他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说运动员他不是一种打卡的上班 就是他要求你要投入 尽可能多的时间你才可以成为一流 那你尽可能多的时间都投入进去了 你怎么还会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呢 所以他感觉是一种零和吧 就是说你要是去搞时装了 你要是去做投资人了 你有没有在打球呢 其实现在大阪直美做经纪公司 很多人的批评还是这样 就是说那你什么时候训练呢 你现在成绩打不出来 肯定是因为你不够dedicate 你不够专注 就是小薇一刚开始的时候 华盛顿邮报很多专栏都在批评他说 你这样肯定是要失败的 你是就是荒废了自己啊 你浪费了自己的天赋啊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种 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 我当时打球的时候 我身边所有的队员 他们都是专门打球 他们甚至都没有保留学籍啊什么的 我们会抽时间去上两三个小时文化课 但是有点像一个过场 或者说让家长放心说 你这个孩子还是有些特别基础的水平吧 我就很感谢我母亲是 她就是帮我保留了学籍 然后她就会把我小学的课本全部都拿回来 然后把课后的CT打到电脑里面 然后她就会发email给我 那时候有一台自己很厚的笔记本电脑 我下训之后晚上 我需要把她编的卷子写完发回给她 那你也很自屈了 可能是吧 因为我觉得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觉得说这不是我的唯一选择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没有在职业上走更远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面性的 就是我有后路吧 但是当时我是这样 所以我就其实一直在上课 只是不是那种就是家教这样的 所以我后来回到学校的时候 我成绩可能在班级是中等偏下 但是我没有完全跟不上 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原因的 但是这个是要家长去引导 当你在进入职业体育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 这就是我唯一要做的 唯一要做好的事情 就跟高考有点像 就是这就是我的志业 所以小微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可以成为很多人 很多不一样的面向 所以 他会不会因为小微特别天才呢 就如果是换一个人 他可能就是两个都做不好了 但小微是天才 他就什么都做好了 他不太是一个天赋 就只能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具备了这个能力 就是他又是强大的意志力 对 就是包括刚才一帆讲说 就是媒体会去评价他 我觉得像体育运动员 尤其是达到这个水准的 其实他不光面临场内的压力 对 他在场外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对 那你有没有能力在 整个的压力之下 就是仍然专注的去做你自己 包括小微 他还不光是专注的比赛 他还专注的几座比赛 又又做别的事情 就是他能去做自己 其实他是需要自己 一方面就是他有很强的 自我的认知 对 他其实是有很大的自信心的 他才会说 你们对我的批评不重要 对 同时他知道自己有很强的动力 这些都是我要做的事 再加上就是说 他其实是要付出很多努力 去具备这个能力的 就是我怎么同时 把这几件事情做好 如果有一个人 就是他首先被这些声音困扰了 对 他其次就是他不是很确定说 我去做那些事情 我到底是为了名利 还是为了我真的喜欢做这件事 这些事情有价值 我觉得这个甚至都不需要成为运动员 你只要是个女性 你就已经受到了各种各样困扰 什么30岁之后 你干嘛凭什么事 你能不能回家好好带孩子呀 这种都有 我觉得归根解体 还是说 他有很强的自信心和意愿 就是他认为 他要做好这些事情 对 做好运动员 也做好他喜欢的 其他的这些事情 这些都对他很重要 对 他不是因为被别人推着 在做这件事情 而是他自己要把这些事情做好 我觉得根本的差别还是在这里 然后他再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而不是说他比别人 一定是具备更大的天赋的 就是我感觉 他们从小在这样子一个 不是那么富裕的街区长大 又是黑人 就是参加了一个白人精英的 这种体育运动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已经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面临各种各样的非议之类的 不是刚刚说 就也不太明白 他的那个意志力 是怎么锻炼出来的 他也不像灰拍一样 但是如果说是 他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 那也算是一种锻炼 对吗 我觉得就是 如果用我们以前讲 那个growth mindset那样子的 就是他在以前的这个环境里面 他通过不断的 就是他爸爸给了他 非常高强度的训练 他能达到这样的水准 就是他其实是不停的在反馈的 对 我做了这样的努力 我能提升 然后我做了这样的努力 真的有教练愿意训练我 我做了这样的努力 我去参加职业联赛 我真的能拿到成绩 就他是一个不停的反馈 我就能不停的把我的潜力 往前推 我觉得他更多的积累 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开始去学习 不是说他一开始 有了一个比别人更好的基础 是的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一边在看 我已经对自己说了很多no了 就比方说 他父亲拿着那个七十几页的 那个plan去找别的教练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想看看 他的救援是怎么成功的 因为我知道我肯定成功不了 然后他这么去鸡娃电影里 演到旁边的那个邻居来投诉 还有黑帮的那些人去阻挠他 我就想天哪 要这么急 我可干不了 就是我已经对自己说了 很多很多no 不说鸡不鸡娃吧 首先他父亲母亲的意志力 已经是强大到 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接着刚才伊凡说 他那个可能性嘛 就是我还是觉得 像小薇他为什么会作为一个icon一样 对 还是他那个可能性太多面了 他作为一个黑人 就进入到了一个白人统治的一个领域里面 对 他作为一个女孩 具备了女孩不具备的能力 曾经的女孩不具备的能力 就是大家以为女孩没有的那种power 一凡刚才在描述 他看见小薇打球那个 就我原来看过一个大阪直美的一个采访 大阪直美说 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在电视上 他说天哪 我看到一个黑人女性充满力量的 出现在这个电视屏幕里面 就他特别的受到激励 就这个是他以前没有看见过的这种形象 对 所以他其实给女孩带来的感受 就是我也可以这样子 对 我可以非常有力量 就是我赢了球之后 我可以就是往地上 就是蹲下来 然后大喊 对 然后再加上 他是怀着运拿的最后那个 二十三次的那个大满关的冠军 他生完小孩之后 应该不到一年就复出了 应该是后面还进了四次大满关的决赛 他的可能性太多了 就不停地在突破 你原来对所有就是边界的想象 你就觉得他成为了很多人的role model 他甚至我觉得他是突破网球 突破男女的这个对男性的运动员来说 我觉得他也是个role model 对 是我看到那个费德勒有说如果要凭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不论男女 那小魏绝对是一个 因为我还看F1嘛 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 对就是F1有一个黑人车手 哦 哈姆尔顿 对对 哈姆尔顿 F1也是一个白人统治的运动 就他是唯一一个在这项运动里面的黑人 而且他现在已经拿了七个冠军了 就是跟舒马赫已经是并列的一个记录 他就讲他其实也是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会去看小魏跟大魏的比赛 对 就是他发现说那同样也有其他的人 就是跟他一样在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在一个白人统治的运动里面 努力就是做到最好 他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小魏他创造的那个可能性是 超越这项运动超越这个女性的 对 他的影响力不是局限在网球里边 包括像美国拿的奥运会金牌 最多的田径女子运动员 他是在30多岁怀孕的时候 换那个先兆 对对对 他是换了先兆子线还是什么 就是一种高血压会对脏气造成损伤 他就是看了小魏 他居然还能够这样付出 还能够打 然后他也出来参加动机奥运会 然后拿了一枚铜牌跟接力金牌 这种Legend传奇之间互相的影响 互相的激励 还有一个就是小魏 其实还做到了一个 就是他在商业上的成功 帮助女子运动员吸引到了厂商 吸引到了商家 吸引到了赞助商的注意 男子运动员他不需要那么积极地 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但是女子运动员需要主动证明自己 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你才会被看到 所以当时一个就是小魏他跟Nike的合作 包括之前跟Puma的合作的那个战袍 是完全的颠覆性的 无论是他在用这种牛仔的材质 还是穿靴子的这样的运动鞋 还是穿那种非常紧身的 就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剪裁 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式跟颜色 带起了这种风潮 然后大家又看到他其他不同领域的表现 所以更多的钱来赞助了女子网球运动员 来赞助了女子运动员 就是这个是小魏的一个更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他为后面的人铺了一个路 就是你们现在就会更好走了 因为他有很多的这种商业资源 来到女子运动这一块 因为一个运动员他的商业价值 其实有的时候是跟他的这个运动成绩 是一样重要的 但是之前有很多人他可能成绩很不错 但他商业价值不够高 就很影响到他的继续的发展 就是在网球里边的话 还是虽然说他的同工同酬 就是在女子运动里面走得很前面了 但是像法网跟温网都是0607年 才实现了同工同酬 而且甚至只是单打实现吧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后期的事情 比如说男子网球运动员拿一美金的话 可能女子拿86美分这样 就他还是有一个差距 那网球是很贵的 所以他在训练的时候就影响到了他的训练 他就没有办法出来 这是一个闭环 所以小薇就能够吸引到更多钱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其实很实质上的就是支撑了很多 女子网球运动员可以打得更久 打得更久他打出来机会就更多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推动 你上午还跟我讲到说 因为有小薇她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所以现在女性会做更多的事情 包括好像LGBT的群体 也更加Vocal 更加愿意说话 因为最近那个卡萨基纳 就是俄罗斯的女子网球运动员 她也出柜 就是俄罗斯女子网球运动员出柜 是一个有一定风险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 但是往前拉的话 像拿弗拉迪诺瓦 比利减金 就是最早的先驱们 他们对这个事情是公开的 而且更早些的女子网球运动员 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跟像第二波女权运动 是有重合的时间点上 对所以他其实 网球运动员是非常行动主义的 包括那个时候性别大战 就是1973年的时候 当时比利减金跟Bobby Riggs 他打性别大战 跟他当时的那个年代 也是有关系的 60年代末70年代 出那个浪潮的前后 就是那个时候Bobby Riggs 其实也拿过不少 大满贯的一个男子运动员 55岁吧 退役了 因为在体育上 男女的同工同酬 争取的一个困难 就是体育特别关注身体 所以他就会说 你跟我的力量就是不一样 你跟我的体重身高就是不一样 这种生物意义上的不同 就是可以决定 我们可以拿不同的钱 所以他就说 我现在随便打 你们最顶尖的女子网球运动员 我也是可以赢的 后来比利减金就去打了这场比赛 其实这个比赛的这种PR 就广告的这种效应更多一些 有很多什么赌球的传闻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 他赢了之后 两个事吧 一个是73年没网就同工同酬了 其次就是对于女子足球啊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女子运动 马拉松等等 他们也开始呼唤同工同酬 就是从网球开始推动 所以女子网球其实对于女子运动来讲 是一个挺先驱的一个运动 然后一直以来的女子网球运动员 特别是领头的这几个 还是非常的愿意去推动 去呼唤 或者说去实际做些什么 包括女子网球也有WTA啊 这种专门是女子网球的组织等等 就是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特别是作为运动员来讲 所以小薇跟大薇 其实在先驱之后 把他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像大薇那个时候是 直接去跟温网谈 说同工同酬是一个问题 我跟你一起出席 新闻发布会 可不可以 然后去谈这个事 然后又在报纸上面发表文章 小薇也是 就是经常经常在 大的报章杂志上 发文章说这个事情 她当然也会说啊 女子网球 然后女子黑人运动员等等 她会去谈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所以女子网球有个氛围 就是她可能更包容 更愿意有人出来说 就说我们行业的问题 这是有先驱者 才能够实现的一个事情 其实最开始 一番也讲到说 女子网球运动员 能够更好的 在赛场上表达自己 对其实也是小薇 很大程度上的 鼓励了后面的这些运动员 比如说大阪直美 就还挺多的 做一些政治表达 它不止影响黑人运动员 因为黑人的community 本身就很团结 对 有些人就讲说 这是不是一个黑人社区 自己激进自己的故事 其实不是这样的 白人运动员也是受到 她的激励的 那一番你呢 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被受到激励 我有学她 比如说她特别的tough 但是在我身上 不是反作用 就是我受伤 然后就没有说 我觉得她不是一个 可以被模仿的 你想象她一样tough 她的伤病 其实没有阻碍 她的职业生涯 但可能阻碍到你了 首先我觉得 她的伤病 可能有点阻碍到 她打破 玛格丽特考特的 这个网球史上 最多大满观的 这件事 在她Vogue的 退役文章里面 也写到了 如果我没有要去 做一个妈妈的话 对吧 我可能就可以 成为网球史上 拿大满观书 最多的人 听起来好伤心 她是想说 如果我们把网球 理解成一个职场的话 女子网球运动员 跟一个在职场上的 普通女性 可能就是要面对一些 非常相似的问题 她想说的是 可能是这个 因为她是力量的代表 强而美的代表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对你来讲 可能不是问题 但是小薇的 退役的文章 第一句话 就写了她的女儿 就是非常明确地 告诉你说 我退役就是要 想当一个妈妈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特别是现在 这个环境 说出这个话 其实也是需要 一定勇气的 她没有给自己的退役 用一个很大的借口 她就是说 这是我的下一步 我觉得也是 很自信的一个表现 然后我受伤是这样 就是记忆体育 是特别残酷的 如果你短期内 没有权力以赴 或者因为伤病休息的话 你可能就被淘汰了 所以我当时是 因为别人在进步 对 而且是非常飞快的进步 因为有很多人 她是会多练 给自己加更多的条件 她健身房怎么样 我当时是我的左膝盖 因为一个很小的 发球动作的不规范吧 就有一点受伤 然后就开始疼 但是我特别害怕被淘汰 特别是我有个队友 他因为受伤 就休息了两周 两周之前他可以赢我 两周之后我就赢他了 那个队友冲击特别大 而且我总觉得 中国这么多人打网球 比我厉害人很多 或者说大家水平 差不多人很多 根本他们根本不缺人 所以我就没有去跟教练说 直到我最后跟教练说的时候 我的膝盖已经受伤得比较严重了 就没有办法继续打球 其实职业体育通过伤病 淘汰掉的人是很多的 然后小薇呢 她是有很多的瞬间 很多人都认为 她没办法打了 她的很多的伤病 包括她的肺酸塞这些东西 很多人都说了 她是29岁患的嘛 就说她要退役了 对啊 她那肺 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那个就相当于是 静脉双色的一样的 对吧 当然我们不知道说 她到底是 走过了一个怎么样的康复阶段 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 对她的身体机能 伤害一定是巨大的 她为了补回这个身体机能 并且达到 可以支撑她的打法的 那样的基础 以及能够进入 大马关的决赛 还拿冠军 你知道这个路 是需要非人的努力 以及意志力才可以完成的 而且她还不止完成了一次 但是她有很好团队去支持 然后她又很诚实地面对这个事情 我属于只学到了TUF的部分 就忽视了说团队沟通的重要性 所以就被伤病淘汰了 故事就是这样 但我确实觉得 在伤病里面 你的职业生涯面临下滑 甚至是结束 我觉得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 包括说你即使回来 回到赛场 你没有办法达到以前的这个状态了 这个也很正常 小薇其实她确实 你都不说伤病 她其实就是因为怀孕 离开这么长时间 那别人就是进步了 那大阪之美就是出来了 你就很现实没有办法 但是我觉得小薇 她本身在肺栓塞那个情况下 她生完小孩 应该还出了挺多问题 还有肠后抑郁 对 在这个情况下 她还会付出 不到一年就付出 对对 就是她努力让自己回到赛场 我觉得这个事情 本身已经很激励别人了 因为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放弃了 对 所以其实当时伊凡跟我说的一句话 当时一下子打动我 就是说那个 she always come back 总是会回到赛场上 但我确实觉得最残忍的一点是 就真的只有像她这样做到 她回来之后 就是还是打破了别人的这个认知 大家才会认可这样的回来 因为真的也很多人回来了 但是没有打到这个成绩 对 因为刚才在跟伊凡讲 18年的这个 我们去看温网那一年 我还看到了阿扎伦卡的比赛 阿扎伦卡也是产后付出 但是阿扎伦卡就再也没有回到世界第一的水平 对 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小薇 就是在产后付出做到这个程度 大家也不会觉得女性产后是OK的 对 克里斯特尔斯那个生完小孩之后 也付出过 也没有办法再达到后来的这个 之前的那个状态 对 就是小薇做的特别好的 才能被看见 某种程度上 就是女性运动员面对的这个挑战 就是这样 你需要特别好 你才能被看见 你看你对比费德勒吧 当然我很喜欢费德勒 对他没有 这对我们不敬的威胁 没有任何不敬 但是你确实就是像费德勒 他现在零零星星的付出 我当时看到媒体对小薇付出的报道 我真的觉得非常震惊 就是说小薇没有拿到他的大满关冠军 小薇产后付出进入大满关冠赛 你不觉得很厉害吗 但是媒体会说他没有拿到 他丢掉了他的冠军 那费德勒这个年纪 他出来就是大部分时间拿不到冠军的呀 就好多时候都打不进四强 大家还是觉得 哇费德勒出来打球了 好棒啊 对就这个评价是很不公平的 就是一凡刚才说的 就是女性你 你真的要做到非常极致 然后大家才能知道说 那这个可能性真的被创造出来了 对所以你说小薇跟别人的区别 就是因为她把这个事做得很极致 而且很持久 所以她那个影响力才能出现 就是你没有办法昙花一线 告诉别人说这是可能 就是没有办法在女性和这个少数族裔 这件事情里面 真的去激励到大家 因为前两年看了那个乔丹的纪录片 The Lost Dance 对 但乔丹就是 他就是个运动员 我印象中很多人要求他 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为黑人的这个政治权利发声 然后乔丹其实是明确的拒绝了 对他就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然后我就是一个运动员 但是其实小薇他还是挺不一样的 对他知道我作为 包括大薇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他知道说我作为这样一个身份 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对那我就是会对这些人产生影响 对我是要take这个responsibility的 对就说到这个就是因为他们 但我也很喜欢曹大 就是今年曾经是吗 对像就是因为当中有一段是 大薇和小薇 因为说他们在那个印第安娜 那个地方被说了N wars 侮辱了黑人 所以他们 抵制了15年左右 对所以这个对于运动员而言 意味着什么 就是其实对他们的职业生涯 是有危害的是吗 应该说印第安威斯是一个挺重要的 巡回赛一战 但是他不是大马冠比赛 所以他没有就是牺牲到 网球运动员最核心的那个利益 就是他没有牺牲到最重要的比赛 但是公开抵制一个球赛 这么长的时间还是很少见的 而且以前的抵制像什么阿加西 他希望在球场上不要穿 颈线白色的运动服 他抵制没往还是抵制两年 也有这种 但是小薇那个更像是一种公开的发声 就是说这个是不能容忍的 而且那个确实 他们不仅是在就是有种族歧视 而且他们球员还认为 他们姐妹两个打假球 所以就是多重的 而且是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都是 非常敌对的 对非常敌对的 然后他去跟他父亲拥抱的时候 大家也是特别 就是后来大马之妹在印第安威尔斯 也被讲了 恩威尔斯 科业高斯 据他说 也在球场上被讲了恩威尔斯 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少见的事 而且很多的网球观众 特别是一些人 他会把网球当作一个秀场 他就会去直接去影响这个网球运动员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那么少见的事情 但是公开抵制只有他们做了 嗯 明白 因为其实当时他们还挺年轻的 对很小 对挺年轻的 20岁左右 对对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太说是他们 sacrifice这个职业的生涯里面的什么重要的东西 然后去做这个事 更多的还是他借助这个做了一次公开表达 嗯 对但实际上公开表达这个事就很重要 就是对就说你伤害到我了 嗯 就说你作为观众我首先是个人再是一个网球运动员 不是说你买票了你就可以说什么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嗯 但其实那个应该是个一千几分的赛事 对那是个很重要的 对但他不是大网关应该这样 就只是这样了 对重要非常重要的一战 OK明白 对补充一句对不熟悉网球的人 小微今年41岁 40快41 快41岁 对应该是9月份41岁 他跟费德勒是一样大的 我也是我这个年龄 为什么不是不暴露 没事我不在乎 就40岁挺好的一个年纪 就是对于运动员而言很残酷 但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是个好的年纪 确实是这样 你想哈 对于40岁来讲 在运动员里面算是元老级了 但是在一个普通人来讲 40岁可能 他可能最成功的部分还没开始呢 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事 就是有一天我看 大阪直美跟斯瓦泰克 就是前世界第一跟现世界第一 他们在疫情中有一个视频 然后他们两个就在说 我们现在在打球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东西 好像是我们生命的所有 但是你往回跳开看 我们退役的时候 是很多人可能博士没有读完 可能刚开始工作几年 就是这种时间感知上的落差 让他们重新去思考说 我作为运动员 我要怎么更有意义的度过这段时间 以及我不作为运动员之后 我是谁 就是他们更早的在思考这个 然后小薇就自然就会提到他 就是在这个对话里面 小薇自然会出现 因为他就是一个答案 就是说你可能不会做到百分之百 他那样 但是他是一个答案 就是他这个事是可以做的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退役 你都不知道他之后要做什么 但是你知道小薇现在 他是一个投资人 他投了很多公司 他在打球的时候 他就联系了Mate Gala 然后他Vogue什么 他也做Design 他03年就去上了设计学院 就是你知道他之后要做什么 而且你大概也有个概念 他做的还挺好 对 知道他未来还是会有点绚烂的 对 就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轨迹 不像有一些运动员 他退之后就戛然而止 你只了解作为运动员的他 作为一个不太 就看体育赛事 之前也不太运动的人 现在运动 你会觉得 就之前你作为运动员的这个Mindset 影响到你现在作为一个非运动员的状态吗 会 首先就是对Deathline非常的 就是因为运动员生活就是非常有规律的这种 你需要非常的自律 你不能偷懒 所以在这种程度上 你就会给自己设 比如说我几点要做什么 几点要做什么 这种生活节律上的一种永远的调整 包括运动员的性格 对于网球来讲 就是接着刚才说独自上场 我觉得李娜这个标题取得就特别棒 你就是你自己 你是你自己的教练 你自己的心理老师 你自己的体能师 你自己的裁判 你要去争取 在网球外 你要搭自己的团队 这个是跟很多运动员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乒乓球 羽毛球 他可能是在运动队里边 但是网球就是个人运动 所以说你要找自己的教练 你要找自己的理疗师 体能训练师 现在像斯瓦尔泰克一些年轻球员 还会找心理教练 然后你要找自己的agent 找自己的经纪人 你要自己传 对 你要自己传 然后你要打电话 给你心仪的教练说 你有没有兴趣 我是一个什么样 特别是低排名的时候 你需要给人pitch的 说我是一个这样的球员 我们什么时候约个时间 看看有没有兴趣 那那个小薇的父亲的那个时候 他写plan 然后去找教练 其实是有这个传统的是吗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特别 茫茫庄庄就写plan 然后pitch 他那plan是他们出生之前 他就写好了 对对对 但是我就说 就是因为 就是比方说 如果像本来就是 其实这个体制是这样 你不能够 你之前没有这样的例子 那你去code car 这个好像更难一点 但是感觉 如果是有这个传统在 那他父亲做这样子的pitch 感觉就好像容易了一点 那个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操作吧 或者说像 比如说温网的这个冠军 莱巴基纳他父亲也是去莫斯科找各种赞助人 因为他们家没有办法支持 所以他不仅要找教练 还要找赞助人 就是这个团队你要自己传 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讲 这个能力就要求在运动员之外了 是西方的创业精神 因为国内是这样 就是国内可能还没有这么强势 是这样 像但是像郑庄文 他也是自己的团队了 已经就是说 网球是一个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运动 所以你很难说我寄希望一个体制帮你拖上去 所以茨士里娜当时也是拖离体制之后 他才能真的发展呢 就是单飞了嘛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你既要做自己的老板 因为你发薪水啊 但是你又是被指导的那个人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位置 那成功的网球运动员 他要么就是一开始有伯乐 或者在很好的体校 网球学校 特别是西班牙的这些球员 但是到了最终 他作为成熟的运动员 他要有一个跳脱于 只是打球的那个人的视野 他要去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要去搞好团队关系 像有一些人他会特别在乎 女子网球运动员 他会在乎我团队的男女比例等等 他需要去做这个规划 而且是要不断地去调整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网球运动员的性格来讲 他就要求你更独立一点 更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更有执行力 这个有的时候就跟团体运动 就有点不一样 挺不一样的 就是刚才说到那个职业规划嘛 其实他不是说我一个教练是不换的 那我不同的这个阶段 其实我就会需要更换不同的教练 他要做出一个判断 对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不擅长打草地 对我接下去要拿草地的这个大满罐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调整我的这个教练 那我知道了 我当时看国王理查德这个电影的时候 给自己设了很多线 就说啊 这个不可能做到吧 其实是因为我不太知道 网球的这一套系统是怎么样 就比方说我当时不太理解 就是理查德为什么会那么tough 是因为一句话 他对愿意免费辅导 大V的这个教练说 I hired you 我雇佣了你 我是你的老板 然后你得听我的 就对于我而言 我不了解这后面的这一套 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但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 因为相当于是理查德把这个团队给拉起来 事实上的确是他雇佣了他 对 只是用了零美元 雇佣了他 但是他确实他的难点还是在于说 就是这个领域里面是没有黑人的选手进入的 对难还是难的 但是有这个范例就是没有我想象那么不可理解了就 电影里面我自得应该是他找谁的时候 人家跟他说你让你的女儿去当篮球运动员还是什么 最开头对 就是当时的刻板印象还是说黑人你要在体育上有出路 就是去打篮球 对不要来进入网球这样子的运动 但的确那个黑人打篮球也是被很多黑人的篮球明星给激励了的 对 我觉得好像激励在体育界特别重要 激励和传承 对对对 因为现在其实美国就有蛮多黑人的这个网球运动员了 高福凯斯 大白 斯蒂文斯 对 他们会直接点到小微 对对对都是因为小微的所以才会进入这个领域的 对这个就很像现在的年轻的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 基本上也会点到李娜 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很常见的 你总是会看着一个人成长 特别运动这种它的路径可能还是比较相似 它又是一个很专很垂直的这么一种领域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人告诉你说这东西可能 这个东西好像会比普通人想的重要一些 嗯 但我觉得其实对普通人也很重要 是吗 我觉得是的 OK 但可能因为体育它本身也是一个performance嘛 对 就是所有人他都是performer 所以他 要展现在别人面前 对对他在展现在别人面前 别人是更容易看见的 所以他更容易就是是成为一个role model 你普通的职业 当然媒体人也可以成为role model对吧 所以我考虑一些 普通的职业很难成为很多人的这个role model嘛 你也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在那么多人面前展现你自己 就我觉得体育比赛跟像媒体这种展现还不太一样 它真的就是展现你这个人 嗯 你每看一个体育比赛 你就真的就看你的一个人生的缩影一样 你一场比赛就跟你的一段人生一样嘛 就是他说你有起伏对吧 你要度过这个困境 然后你要跟别人合作或者跟别人对抗 对最终走向一个结果 你还要take那个结果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那个运动员自然的会把他自己的那个人格展现出来 他就没有办法遮掩他的那个人格的 对所以他对人的这个感染力其实是更大的 嗯 OK 那我们的节目也到尾声了 我想声东机西之前其实也讲过一些女性 就比方说像金斯伯克大法官 她肯定是属于比较冷静坚定 然后用一些不是那种特别激烈的方式 但是很坚定的表达自己的立场 是想要温和地去推动一些东西的 那可能小微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就是女性在很多情况下 的确需要在各个方面做出一些事情 做出推动 可能才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一次我们 就虽然我不懂体育 但是依然想要来做做小微的原因 而且再补充一点信息 就是我的确这几年感觉到运动 是让我获得很多对自己新的认知和快乐的 所以女孩子多多运动起来 好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曹薇 谢谢一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我想感谢一下上两期节目评论区的听众朋友们 他们带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第一位是昵称为生活在他方的朋友 他提到在听残忍基隆这一期时 想到了一本读过的书 名字叫做行为暴力竞争利他 人类行为背后的生物学 这本书其实是蛮详细地介绍了动物或者人的行为 是如何受到基因环境文化等条件交互影响的 感兴趣的听众们可以去看一下 说不定我也会去读 那第二位是昵称为古墓君的朋友 他在蓝小欢置身室内这一期中推荐了三本 从不同角度理解中国的书籍 一本是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另外一本是权力结构 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 第三本是小镇喧嚣 那对政治经济话题感兴趣的朋友 是可以把这本书找来读一读的 如果大家对生动机系的更多延伸内容 有更多的需求的话 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动胡同的会员 会员能够收到我们的会员通讯 胡同来信 通常呢我们的主播和监制 会写一些我们的所思所想在这里 除此之外 会员也能够参加我们一些有趣的线上 或者线下活动 当然作为会员你也可以给我们来信 我们肯定是会一一回复的 当然成为会员也是在支持我们 做出更好更优质的内容 我们每周新的内容的推出 都少不了大家的支持 所以也请大家来支持我们了 那成为会员的方法 在show notes中有 大家可以点击我们音频下方的文字来加入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